蘇謙明 也是我們公視董事 今天晚上的選舉 大家推我為大家服務 就是做我們選舉階段的一個主席 我們三位參選人 在大家的共濟底下 我們發表了對公王集團未來的一些主張跟具體的一個做法 之後我們就在我們兩位公會的同仁的練習見證底下 我們就進行選舉 我們以過半的這個票數產生公共電視的新任的一個董事長 鄭同僚鄭董事長 那我就責任這個就順利結束 我就把這個麥克風就直接交給他 謝謝各位媒體記者朋友 謝謝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晚安 很辛苦了 畢世界的公共電視基金會 剛剛已經選舉結束 本人被托付這次來承擔這個任務 那我首先要感謝今天參選的朱臺祥董事長 後來黃明川董事 因為他有個人的理由他沒有參選 他宣布退選 所以今天的那個結果是兩位參選 那不管黃董事有沒有參選 在整個過程裡面 他表現出他的風度 還有他的政見的那個精湛 都是我未來要參考學習的 那麼朱董事的意見 政見 也是非常非常的珍貴 我要對他們兩位 首先表示我的敬意 將來會跟他們好好學習 那麼接下來 大家也都知道 工訪集團 有很多的任務要做 那麼我的任務呢 承擔了這個角色之後 接下來就是要好好廣聽各界的意見 那首先等一下 我們馬上會到樓上 繼續去開董事會 有一些重要的議題要先討論 那麼等一下呢 時間可能比較越短一點 那麼將來 各位歡迎隨時來公示 那麼如果我們可以回答的 那麼非常樂於跟各位來報告 這個公共電視呢 永遠是要守住分開 這個 非常 能夠在 讓大家用 仔細的方式去 審查的一個機構 那麼這一點呢 我非常的堅持 將來 公示的公正客觀 一定會是我們 首要的任務 我們會有 要 要 要 討論 所以 不想要各位媒體記者 先生小姐 有沒有什麼要指教的 如果 先生 先生小姐 有什麼要指教的 您跟那個 委員會主席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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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共識 是說 只要 宣佈過半 那 因為這是共識 所以 我想不方便 我可以這樣跟各位說 根據公事法是過半當選 總共公事的董事這一屆有11位 所以你知道過半是6票 含6票以上 陳中生董事沒有出席 不然他有委託代理投票 還沒 這是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 我們要討論一些怎麼樣的條件 還有怎麼樣的流程來選 我們希望能夠選到最好的人 同時也用公開 但是不至於傷害到當事人隱私的方式 來好好選 我希望會有結論 如果沒有結論 我們董事可能要開到天亮 不過我想應該不至於 我們希望至少有一些原則 但不是人選 我們只是那個原則而已 不會 今天晚上不會討論是誰 這樣拍不住 我們不會用這樣的方式來決策 那是確定的 保持客觀公正 媒體 公共電視本身的獨立自主 是絕對不容挑戰 我們會在整個過程裡面 盡量可以讓 譬如說 員工的代表 全程參與 他們都可以看得到 各位可以用 一個非常仔細 清楚的方式來檢視我們 答案 你問我有請問 如果您能發揮他的立場 他的力度 要分離的話 他會排除嗎 他有這個質疑的當作 這個力場這個問題 我們必須要由當時候的 林選委員來決定 我現在沒有辦法回答你這樣的問題 我們一定是用人為才 而且不希望有太多不適當的干預 那整個過程會由林選委員會來決定,不是任何少數人決定 所以這次的林選委員會大概成年有哪些? 現在還沒討論,只是等下午要討論 董事長,您覺得原則在未來的華氏也適用嗎? 也適用 也適用嗎? 也適用 我個人從來沒有接受到這樣的蛛絲馬跡的一個訊息 那你知道有一些事情常常是空穴來風 如果我們越追,可能變得越像,就好像天上的雨 你看它什麼樣子越來越像 我看到其實那些都不是,是謠言 所以公廣平台,我們曾經嘗試過 很遺憾的就是,大家不是那麼滿意 所以未來在公廣平台整合的這件事情上面 它還是一個議題 可是它可能不是那麼樣的優先 我們可能從一些比較方便入手的 那些項目去做 所以公廣平台未來的那個新聞的整合 我們會在想比較細緻的方式 我們曾經在去年,今年有做過很好的研究 那對這問題其實已經滿清楚 所以它不會是最優先的事情 那有關華氏負擔的那個條款的部分 還有那個就是那個捐贈,就是民股的那個買回的那個部分 是不是會去多處那些,多處新聞局的人 盡快去做辦理這些事情 是,我們希望能夠在未來第一季 就是在新聞局編,明年的概算的時候 希望我們就有機會能夠去讓他們編進去 我們會盡全力來做這些事情 我也呼籲社會各界,還有我們的員工 跟董事會一起合作 因為這件事情 攸關了整個台灣公共媒體的未來的發展 請大家來協助我們 在新聞局那邊可以先編進去 將來在立法院那邊可以通過 謝謝 那我是不是可以暫時到這個地方 因為上面,他們董事們還等著我們開會 因為上面,他們董事們還等著我們開會 我,隨時歡迎各位,如果有問題 有想要指教的,我們再來,好不好 那總長可不可以在清楚地說明是我們總經理人權的產生方式嗎 我們還要討論啊 對 我們要上去討論 那一定是公開的原則 整個過程公開 但是又不會傷害到當事人的隱私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麼我們會請工會在這個過程裡面參與討論 所以工會的朋友 我們的同仁們 他們有機會見證到這件事情 所以將來你們可以很清楚地問工會的同仁們 看這個過程是不是公開的 還是謠言說的 會有什麼什麼不當的方式 我保證絕對不會有這個方式出現 會不會考慮公開真採的部分 當然會 當然如果說我們決定要 決定要那個 用一個譬如說不是現任的 假設 就是假設性 因為這些都需要討論 那當然是 絕對是公開的 我們不會私底下是私相授受 各位可以 將來可以看得到我們清楚的流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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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在笑聲中完成 我們兩位的那個員工代表 應該可以做這個 至少沒有什麼緊張 那 不好意思 我是不是先回答到這個地方 那 改天再 跟各位討論 好嗎 不是 可是你不能這樣一直拆下去 哈哈 對不起 時間就到這個地方 我改天再來 跟各位就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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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